我是最美的 我是 我才是最美的 大家不要闯 还是让往后来选吧 我也不知道该选谁 你们说一下当选的理由 然后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吧 我先来 我会瞬移 是最酷的作业版 就像这样 每次我一使用这个能力 大家都找不到我了 是不是特别酷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 这个作用可大了 不行你看 KM王 把你的作业拿出来 不能让老师发现 我的作业没有血 嗨 幸好我也会瞬移的作业版 好 我这就拿 我变 作业本明明在这里的 怎么不见了 老师 我的作业找不到了 肯定是你自己到处乱放 算了 你先进去吧 等找到了再交给我 耶 够够了 好的老师 你们看 我的作用是不是很大 小朋友们都会喜欢我这个超能力的 大宝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大宝 你这样帮助黑暗魔王 他的成绩就会越来越差 白雪和熊妹说得很对 学生就应该按时完成作业 这样才能在考试的时候取得好成绩 好吧 我知道错了 还是看我的吧 我的裙子多漂亮 我每天都给自己画一身不一样的衣服 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 可是你把自己身上画得脏脏的 小朋友们怎么能好好写作业呢 贝儿 熊妹说得对 你要改造自己的这个坏习惯 好 我会改造的 等下次评选 我一定要当第一名 那这次的冠军 就是我了 你们看 我不敢去哪里都穿着鱼 这样就不用担心被弄装了 那你也不能当冠军 你看你干的好事 奥妹 你的作业呢 老师 在这里 我都干净 奥妹 你写的作业在哪呢 啊 我明明写完了 怎么变成空白的了 原来 奥妹被老师批评是因为这个啊 熊妹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不能只顾自己干净 而不理行作为作业本的职责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会这样做了 我觉得 应该选白雪 她什么时候都干干净净的 还一直好好保存大家的作业 所以 白雪才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最美作业本 我真的有这么好吗 白雪 你要相信自己 我相信 大家也会选你当最美作业本的 小朋友们 你们要选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次再见 说 你们谁是狗头杏人变的 不是我 那你们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狗头杏人 狗头杏人不骗狗话杏人 我真的是白雪 我真的不是狗头杏人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 我都阴谋了 我是一个平民无欺的干反人 什么狗头杏人 我不知道 这个狗头杏人还挺讲话 我得试探他们一下 白雪 我有几道题不会做 你可以帮帮我吗 当然可以 更上一层楼的上一句 是玉琼千里目 一来风雨声的下一句 是花落之多少 还有白毛福利水的后面一句 是红掌波轻波 哇 白雪 你真厉害 全都做对了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题 只要你认真学 你也能得一百分 王花阿姨 出来吧 这个白雪 热心善良又聪明 一定不是狗头杏人变的 嗯 我也相信 白雪不是狗头杏人变的 现在 只剩下贝儿和大宝了 贝儿姐姐 我不知道画上的颜色 应该怎么涂 你能教教我吗 牛角怪还不简单 她的皮肤是绿色的 头发 眉毛 胡子都是黑色的 衣服是橙色 黄色和紫色 对了 衣领和背带 也是绿色的 好了 超发妹妹 给你 真的和牛角怪一模一样 但是 她的脚是什么颜色的呢 呃 我觉得是灰色的 可是 小朋友们都说是白色呢 哎呀 灰色白色 反正我也记不清了 王后阿姨 贝儿姐姐记不清 牛角怪的样子 你说 她会不会是狗头杏人变呢 有可能 但是贝儿一向大大力量 她偶尔记忆有偏差 也很正常 我得再去试探一下大宝 才能得出结论 大宝哥哥 你带我一起玩游戏吧 找我 你算是找对人了 我可是国服第一版 小老虎 那我就跟着讨赢吧 我的游戏市场已经就完了 今天不能玩了 我们改天再一起玩吧 你别慌 看我的 奶奶 你睁眼 大宝 又让奶奶给你验证啊 好了 谢谢奶奶 给 现在可以继续玩了 哇 大宝哥哥你好厉害呀 你是怎么做到的 噓 这是秘密 唉 大宝还是以前那个大宝 真是一点也没有变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大宝会是狗头新人变的吗 是的话 就发送一一一告诉我 王鹤 我们已经找到狗头新人了 是狗头贝儿 还是狗头大宝 都不是 那是狗头白雪吗 狗头新人根本没有把孩子们变成狗头孩子 所以他们三个都不是 唉 那就好那就好 小朋友们 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转转转 我是迷糊老师 现在开始上课 一加一等于三 一加一等于三 三加三等于五 三加三等于五 听听听 你这个老师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题都能交错 快给我走 同学们 大家再转一个老师 转转转 赢 这个老师叫芭比老师 太习惯了吧 好了 安静点 大家继续上课 给白雪一个芭比娃娃 给贝儿一个芭比娃娃 给大宝一个芭比娃娃 老师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跟芭比娃娃有关吗 当然了 我可是芭比老师 这节课 我们来学习 如何装扮芭比娃娃 好耶 我最喜欢装扮芭比娃娃了 大宝 你一个男生 还喜欢玩芭比娃娃呢 怎么这么吵 上课时间玩芭比娃娃 统统没收 还有你这个老师 赶紧给我离开 真是不靠谱 这次 我给你们转个老师 转转转 停 我是道立老师 这次的老师 看起来很不错 大家把书版都拿出来吧 终于要好好开始上课了 现在 我们开始阅读米诺 你们干嘛呢 还不赶紧端正读书姿识 都给我道立过来 好的老师 出核式当虎 出核式当虎 汉地河下土 汉地河下土 都立很累了 我坚持不住了 这是什么老师啊 我们再赚一个别的老师吧 同意 转转转 赢 好兄们好啊 我是你们的科学老师 老师好 妈呀 这个老师帅得也太快了吧 不愧是科学老师 老师 快想想上课了 啊 上课了 来 给你们发课本 老师 咱们是枕头啊 就是枕头啊 现在 大家像我这样做 开始上课 这个老师怎么就睡了呢 管他呢 我们听老师的 赶快睡觉吧 好 都给我起来 哦 下课了吗 让你们来学校上课的 不是睡觉的 今天的老师是怎么回事 一个个都这么不靠谱呢 就这还优秀老师呢 不喝 你来坐老师站盘了 什么 你拿走的这个是搞笑老师大转牌 这个才是优秀老师转牌 难怪呢 耶 放学了 今天在学校过得真开心 多亏了搞笑老师大转牌 是啊 小朋友们 你们想上哪个搞笑老师的课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 密室逃脱第一关 音乐密室 接歌词挑战 请听第一段 倒白菜七毛菜 同行才有买菜 绿的菜白的菜 什么菜炒什么菜 嘿嘿 不就是许牙羊的主题曲吗 回答正确 请听第二段 如果话都在诗 中央都被译子 乖帮来学赶自己 帮我名字译子 马蹄子 接名字 操儿子 还有脸子 荒腰子 裤刀子 穿鞋子 我要面子 嘿嘿 本草高木嘛 我妈在家听听听 厉害嘛 那最后一段 你们可要听好了 听 我知道 爱你对聚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哎呀 这首歌最近我们都唱烂了 太简单了 哼 看来 在音乐方面 还真是难不倒你们 请往右边走 去往下一关 嘿嘿 小妹妹啊 开走 恭喜你们 来到密室大逃脱第二关 食途密室 请看大屏幕 这是什么 我知道 是乌鸦喝水 这是什么 是掩耳盗铃 这是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 是玩羊补拉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通过第二关 现在 你们可以去第三关密室了 加油 美术密室 首先请在白板上 一笔画出个五角星 嘿 简单 我来 哦 对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快跟我们一起画吧 我们来比比看谁画的最快 嘿 我完成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完成了吗 如果完成的话 就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分享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不错 恭喜你完成基本功挑战 接下来是色彩考验 请问 当你画画时 天空要涂上什么颜色 蓝色 那请问 有一天 大宝在画画时 把胡萝卜涂成了红色 请问 正确吗 为什么 不正确 因为胡萝卜应该是橙色的 不错嘛 恭喜你们 完成美术密室的挑战 请走左边 去往下一环节 恭喜你们 来到最后一关 这一关是智力密室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听 第一题 什么东西有五个头 但是人们并不觉得它奇怪 五个头 我想到了 是手和甲 对哦 兄妹你好聪明啊 小意思啊 请听第二题 十三个人玩捉迷藏 捉到了十个人 还剩几个人 哎呀 这个选择 十三减十等于三嘛 还剩三个人 不是的不是的 八二姐姐 是两个人两个人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一个 是捉的那个人啊 对啊 看我这个小脑瓜 没错 答案就是两个人 最后一关 周期难题就要来了 用什么办法 可以使人不用喝水 不让人喝水 那可不行 哎呀 这个真的想不出来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答案吗 快发送大幕告诉我们吧 哎呀 我看到了 小伙伴们说 把水改名字 天呐 你们竟然答对了 真是太棒了 给你们打拇指奖励 恭喜你们 成为同好王国 手皮同国密室的人 给你们小红华奖励 太好了啦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喜欢我们这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观众们呢 本里什么味 怎么这么臭啊 是不是有人踩到狗爸爸了 我可没踩到 好恶心啊 怎么这么臭 你们在教室里面发毒气啊 我们一来就闻到臭味了 怎么这么多人在这 你们在开会嘛 什么玩这么恶心啊 好臭啊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都打上课灵了 怎么还不会做为啥 老师你闻到了吗 一股臭味 是好臭 是哪里发出的臭味 不知道 随着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大家先回座位上 我来找一下 这味道真上头 黑暗魔王 你看一下 是不是垃圾桶那里发出的臭味 老师 垃圾桶里只有一堆塑料瓶 不是这里发出的臭味 那就奇怪了 你们看一下自己的脚 是不是踩到宝宝啦 没有 那这臭味是哪里发出来的呢 老师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臭味就是在教室里的某一个角落 要不检查一下大家的桌洞 看看桌洞里是不是有什么发臭的东西 好贝尔 你来检查 这大同学 先站到一边去 伙伴们 你们说 臭味是从谁的桌洞里传来的呢 是我的 在评论区发一一一 是黑暗魔王 822 是大宝 8333 是熊美 844 我先闻一下白雪的猪洞 没臭味 再闻一下大宝的 你也没臭味 然后是熊妹的 你没有 然后是黑 黑暗魔王 臭味是从你的桌洞里发出来的 你这桌洞里放的什么呀 妈呀 这是什么 贝尔 谁让你拿出来的 这是我的丑木虫 什么 你小心一点 都把我的小丑木吓到了 不怕不怕 宝贝妈 老师 把你的臭味 就是黑暗魔王有的虫子发出来的 确实好臭 黑暗魔王 你怎么会养这么臭的虫子 还带到教室来 我养在家里 我妈不让 所以只能带到教室了 这种虫子叫春 有名春象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半吃木昆虫 遇到敌人就会发出臭味 一旦手摸过 就会奇臭无比 我知道 这个我们那儿叫它臭屁虫 臭姑娘 黑暗魔王 你这个臭屁虫不能养在班里 快把它们拿出去 不要 不要 快点 不然我就叫你家长来了 好吧 臭屁虫啊臭屁虫 是爸爸对不起你们 现在我只能把你们放回大自然了 这是爸爸最后一次建议放屁了 以后一定要保重啊 这个黑暗魔王还真是奇葩 把臭屁虫当儿子 伙伴们 你们在生活中遇到过臭屁虫吗 遇到过的 打111 没有遇到过的 打222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